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嘉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26集 以懂乔乔害羞的性格,能说出这句话也实在是有些为难他了 若不是多日未见,相似逼人,再借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说出这些话的 乔乔这丫头红着脸说完,再也不敢看林婉容,转身飞快地跑了 林婉容愣了一下,回过神来,便对着乔乔的身影哈哈大笑道 乔乔,我也想你啊 身后传来两声假咳嗽,转身一看,老董黑着脸站在身后 调戏人家闺女被抓了现形,林婉容老脸大扫,只好善善笑了一下道 东大叔,原来你也在呀,这些日子可辛苦你们了 董仁德摇了摇头道 林公子,我倒没什么,就是瞧瞧这丫头没日没夜地待在这里 样样事都要操心,深怕辜负了你的信任 哎,我真替他操心 老董是话里有话,林婉容自然听得出来 想到乔乔憔悴的面容,他心里忍不住一通 自己在萧府里面风流快活 乔乔却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受累,想想真是惭愧 大叔,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乔乔受委屈的 林婉容表态道 董青山和李北斗扛着装修材料上来了 看见林婉容一身轻衣布衫家丁小帽地站在面前 立即跑过来欣喜地道 大哥,你可回来了 怎么样,这萧家家丁的滋味怎么样啊 林婉容苦笑着摇头道 一言难尽啊,你要是喜欢的话,你进去试试看 李北斗不好意思地挠挠脑壳道 我倒是想去啊,可是人家小姐根本就看不上 他们的眼光高得很 也只有老大这样的人才,才入得他们发眼 林婉容笑道 你小子,少留去拍马 董青山神秘地四处张望了一言道 老大,看见萧家小姐没有 跟我们说说,是不是真的长得那么美 晕倒,这萧家大小姐就真的这么有吸引力吗 不仅青山这等浑小子挂念 就连乔乔你小妮子也忍不住地开口询问 见林婉容善善的样子,李北斗大叫道 不会吧,老大,你还没搞定萧家大小姐 李北斗天生的大嗓门,这一嗓子喊起来 连正在低头算账的董乔乔也听见了 他看了林婉容一眼,眼神一阵暗淡 又低下头去,没有说话 你小子想要我的命啊 林婉容看了乔乔一眼 见他仍然低头聚精会神地写着账本 似乎是没有听到 这才安心下来 顺手一巴掌拍在李北斗的头上道 嘿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忘了乔小姐也在这儿了 李北斗含糊地笑道 怕李北斗这不上道的小子又出什么惊人之语 林婉容急忙问道 青山,红星对街弄得怎么样啊 林婉容现在关心的有两件事 一个就是酒楼 另一个是他亲自组建的社团 他现在身在萧府,进出不方便 这两件事情便只有遥控操作了 大哥,按照你的意思 我们现在先初步组建了三个堂口 北斗做其中的一个堂主 我兼任另一个 还有一个堂主是手下弟兄们投票选出来的 董青山道 民主投票 林婉容微笑着 青山这小子真是越来越上道了 李北斗是董青山最信得过的人 自然放心之极 另一个民主投票的堂主 也是董青山亲自提拔的 可靠性也不是问题 每个堂口下面已经扩充到三四十人了 原来的那些钉子我们已经暗中清理掉了 现在这些人都是知根知底的 都是以那次跟李二狗干仗的班底组织起来的 应该可靠 董青山继续说道 最初参与消灭李二狗的那些红星的第一批骨干们 分别编入了三个堂口 以他们为主干 抱着宁缺雾滥的原则 将三个堂口慢慢扩充起来 所以眼下的红星虽然只有一百号人 但是战斗力还是有的 林婉容暗自点头 这件事情董青山做得很好 他也成熟了不少 那城中的其他几个老大 看我们的动静有没有什么反应 林婉容道 一百来号人 在城南这一带是没人敢惹的了 但拿在金陵城中来看 还是不够看呀 他们自然是提防着咱们 还放了好几个人进了我们的堂口做卧底 我们心里都有数 暂时先养着他们 我们现在力量还不够 所以这段时间很老实 在别人的地头上从不惹事 只是在城南弄点油水 养活兄弟们 董青山又到 董青山最近的动作不小 引起别人注意是自然的 也没什么好奇怪 城南这一块在金陵城中 属于比较偏僻地带 油水很少 所以那几派家伙 才能看着董青山和红星做大 老大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董青山望着林宛容道 最近这段时间 关于红星的发展问题 还真是让他挠头 老大又不在 他可不敢私自做主 等 林宛容来来回回地走了几步 才猛然回头道 等 董青山和李北斗 一起看着林宛容 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青山 城南是个没油水的地方 所以那些老大 才会容忍我们在城南随便怎么弄 他们的利益 是不会受损的 可是咱们要向城中进军的话 那就触动了他们的利益 难免要开战了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 和他们相差的还很远 所以我们要等 林宛容沉声说道 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李北斗性子比较急 赶紧问道 我们只是在等一个机会 一个让我们一飞冲天的机会 林宛容笑了一下 青山 你认不认识官府里的人 林宛容突然转变话题问道 董青山摇摇头道 大哥 你也知道 我们都是打打杀杀的 官府不来找我们 我们已经是万兴了呀 林宛容笑着摇头道 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 咱们办社团将来和官府 打交道的时候还多着呢 而且咱们要飞起来 说不定也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呢 哎 机遇也机遇 机遇在哪里呢 董青山和李北斗面面相去 借官府办黑社会 老大不是疯了吧 林宛容暗自摇头 董青山和李北斗 毕竟年岁尚佑 又缺乏阅历 跟他们说这些 他们肯定是不懂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林宛容在酒楼待的几晚 看看时间不早了 才不得不告辞离去 董巧巧将他送到肖家门口 将手里的竹篮递给他道 林大哥 这是我给你做的几个 你喜欢吃的小菜 还有几件我给你做好的衣服 你在里面 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要不然我 我们都会很担心你的 下午就那么点时间 这丫头竟然还跑回家里 专门为他做了小菜 这份心意 让林宛容无比的感动 她望着这小妮子 轻轻地道 佳佳 谢谢你 大哥 董巧巧心中羞涩 四周看了一眼 柔声道 以后不要再说什么感谢的话了 巧巧为了大哥做任何事情 都是心甘情愿的 林宛容心中柔情四起 拉住他纤细的小手道 我知道的 巧巧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辛苦你了 不过你放心 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我就来帮你 巧巧害羞地嗡了一声 小手拉住他 脸上洋溢着甜甜的笑容 看看天色已晚 林宛容道 巧巧 时候不早了 你先回去吧 巧巧摇摇头道 不 大哥 你先进去 我在这里望着你 见着妮子柔情似水的样子 林宛容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想要说点什么 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平时油嘴滑舌的家伙 竟也有这样卡壳的时候 那 巧巧 我进去了 林宛容看着巧巧道 巧巧轻轻 呛了一声 看着林宛容 缓缓走进宵宅 他眼中满是留恋不舍 忍不住鼻子一酸 几滴泪珠 便落了下来 林宛容踏过宅门 回头一看 却见巧巧 仍是呆呆立在那里 娇俏的身影 像是一个送夫出行的温柔妻子 也不知怎的 林宛容鼻头一酸 他知道 自己永远也忘不了 这番情景了 府里和府外是两个世界 在府外 林宛容是董青山的大哥 是董巧巧的支柱 可在这府内 他就是一个狗屁不如的下人 这种反差 让他发愣了很久 好在他生性豁达 也没有什么远大理想 在这府里的一片小天地里 活得也还算自由自在 这一天 林宛容正在心情劳作 将摘下的花朵 戴在一个害羞的丫鬟头上 忽然见到王管家 面含微笑走了进来 自从进府的那日 闹了些别扭之后 这王管家就一直没有露面 今日也不知是何缘故 竟然含笑往这花园里来了 那几个正在和林宛容 吹闹闹的丫鬟 见了王管家可没林宛容这么放肆 急忙飞一般地跑了 林丝 最近时日过得可好 王管家脸上堆着笑容道 男人笑眯眯 不是好东西 林宛容想起了那句经典名言 不过他上面有人罩着 对王管家也没什么好怕的 笑着道 咦 这不是王大管家吗 今日怎么有功夫到这园中来赏花啊 我知道了 今日秋菊绽放 正是赏风赏月赏秋香的好时候 没想到管家大人 也是这番哑人呀 王管家嗨嗨笑了几身道 最近腹中事物繁忙 我哪有这么清闲的功夫 我今日是专门来找你的 瞅我 林宛容奇怪地道 是啊林丝 我可要恭喜你了 王管家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恭喜我 我的生日还没到呢 有何可喜啊 当然有喜了 而且是大大的喜事 最近在书房里帮忙的小私家中老妇病故 夫人特许她回家 守校三月 书房里人手不够 我想来想去 见你聪明伶俐 就向夫人推荐了你 而夫人对你也有些印象 她也答应了 调你到书房去帮忙 恭喜啊 这可是一个大好的差事 如果是在别的人家 调到书房去陪少爷读书 那自然是一步登天的好差事了 可是萧家并无难盯 这书房也就是让小姐们偶尔兴趣来了读读书而用 小姐们读书那也就是个摆设 林宛蓉到书房打杂 可以说是一点前途都没有 你这王八蛋 使绊子阴雾 一定是你这老小子 见我在这里风流快活 心里不爽 林宛蓉心里血量 嘿嘿道 这可真是一个好差事啊 王管家也知道 林三是个聪明人 而且背后有福伯成腰 是个硬钉子 他本来不愿意来招惹 可是谁让那位主子发了话呢 他只得硬着头皮来了 林宛蓉哪会管他有什么鼓中 见王管家脸上的神情不似作假 并甘笑了两声道 嘿嘿 这个事情王管家 你也知道 福伯这里很需要我 我只怕一时半会脱不开身啊 所以还是麻烦您先向福伯请示一下 我哪敢去找福伯呀 两边都是不能得罪的人物 只好谁的话管用 我就听谁的了 王管家心里有苦说不出 善笑两声道 嘿嘿 不用了 福伯他老人家这两天到杭州去移植 盆草去了 要半个月才能回来 反正我已经跟夫人请过了 你直接去就是了 原来如此 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些 竟敢趁福伯不在 公报私仇 福伯这老头 你没事出什么差呀 林婉容暗自咬牙 将王管家骂得死去活来 好半天才幸幸想到 好你个王管家 既然你做了初一 就别怪我做十五 看我不整死你 啊 这样啊 林婉容笑着道 那我就去书房帮忙了 反正王管家你也知道 福伯对我期望很高的 我真怕在书房做杂了 掉了福伯的面子呀 不会的 不会的 林三 你一定会干得很好的 我相信你 好不容易见林婉容答应了 王管家抹了把额头冷汗 终于完成了任务 心里轻松了一些 话就这样说定了 林婉容是福伯的嫡系 王管家自然也不管过分为难他 调了他去书房打杂 这园丁部 他也不敢随便派人过来 林婉容自然而然地 依然住在他那座安静的小院里 谁也赶不走他 说起读书 林婉容读了二十来年了 自然是经验丰富 不过那些都是数理化之类的东西 至于文科 他除了会背棘手诗 也就是考试时候临时抱佛脚的写写作文而已 到这个世界之后 他除了魏大叔离开那几天 看了些他留下的典籍 了解了这个世界 其他的时候 看得最多的 就是那本堪比龙虎报的小册子 现在 要让他到书房 天天面对知乎者也 那无异于是赶鸭子上架 想一想 都有些头疼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资源 请不吝点资源 请不吝点资源